今天呢反正我们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 这个利率给大家造成影响 以及它有可能带来的好受 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吧 大家好 央行毫无疑问的加息了 那我们再一次请来我们的老朋友Lisa 贷款经理 卓越的贷款经理 为我们讲一讲 接地气的贷款经理 接地气的贷款经理 给我们讲一讲这个利率增长之后 它到底代表着谁呢 Hello大家好我是Lisa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大家也知道我们加息已经加了差不多快一年了 一年了对 所以也不是news 真是没完没了的 再加我就要跳黄浦江了 nice 央行加息我们的银行primary也会加 对吧 primary加了之后 我们跟着我们就是贷款 批贷款的利率 qualifying rate也会增加 增加的话 那就是就会减低大家的affordability 对吧 我们就是能支付的这个买房的这个金额就会缩小 那你后来提到一个qualifying rate 这个这个rate是什么意思 是我们一般批贷款就是压力测试的这个这个利率 就是我最后贷款的时候那个5%6%的利息吗 并不是 哦不是 嗯 压力测试的利息呢 上次我们好像说了一点 压力测试呢 前几年 基本上都是5.25% 现在是多少吧 现在差不多大概就是8.45%左右 这次加了所以会更高 8.4级 那这个现在的一般的比如一年两年固定率是多少大概 现在一年的固定率差不多6 6点多左右 那这个6和8它大概是怎么个说法呢 比如说你之前可以带年收入的差不多啊 5倍左右 你现在大概就只能4倍 哦就是8.45基本上就是4倍左右 是哦就是 所以说这种就带的越来越少了呗 就是真的是现在只有支付能力下降 对 对 当然像我这样的现金买价完全不需要担心啊 从未欠过有如此浩颜无群之恩 你是self and play 那就是我们有其他policy可以做 那你觉得呃这个整个这个涨利息对比如说我们这个普通消费者来说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呢 呃影响的话那就是肯定是总贷款下降了 但是呢呃我们也看到房市也是往下走了一个趋势 也比如说比如说你之前想要买房子是100万 现在今年hopefully或者明年降到80万的话 那以贷款的能力低了 那会贷款的额度低了但是可能你买的房子房价也低了就是也是有对比性的那这个其实算是个优点了是不是 也有可能是是20%我觉得可能有点悬但是加拿大范围里面跟比如说今年二月份比起来肯定是下降了不少 呃尤其温哥哈多罗多这种对BC省和安省是涨幅最大的两个市中心嘛 大家如果想知道哪个涨的跌的最凶 大家就想一想哪个涨的最凶就行了就是比如说苏里啊比如就freezer valley啊我们说那一个区域啊比如说chillivac这些 可能跟二月份比起来能跌了个将近20%就是就当时你就想涨的有多凶吧那当时如果投资小伙伴呢可能真的要好好反思一下了啊这个 但是如果你是自住房请不要焦虑对我觉得自住房嘛买了之后就就这个就享受嘛你看我买了之后trigger rate多少次了 不吵心啊不所谓不所谓不所谓可以享受嘛是不是这个房子住着对吧天儿聊着对吧这个你在场在爹其实对于我来说没什么太大关系 毕竟我不可能一年就换此房了对而且这都是短暂性的嘛对吧长期来说你看加拿大政府批了这么多immigration policy 那肯定是这个需求还是在的嘛你看这么多开发商还在建房那是因为加拿大是有这个需求大家需要有住的地方肯定还是要的吧对吧对对对 呃还有什么其他的带来的一些有个好处呢呃如果是想要违约的朋友们 违约违约违约的朋友们虽然现在利息高那也就是说明你不需要付那个IRD的penalty之前叫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也就是说简单来说呢也就是说啊比如说你之前签的是1.5对吧现在银行利率5%那你的委约金只要3个月那比如说去年在利率最低的时候 百分之1点多的时候的小伙伴们违约的时候那他们的IRD也就是interest rate differential penalty的话那有10万20万我都看了 简单来说是不是就是现在市场的rate如果比你自己现在签的合约的rate要高你基本上就交三个月的法金三个月的利息的违约金就走人了 是的如果你影响银行赚钱了对吧现在市场的利息很低 银行赚的少你说我要违约那你就要交很多了对那就很多了 这算是优点吗就是可以违约少付点钱如果你想换房也可以的还行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好处从房产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我觉得现在其实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市场 当然了它还会有波动啊就比如跳到买家那边跳到卖家那边就像我前两天跟客户讲的 在某一个区域的房子就是现在其实就是属于那种卖家出一个价买家愿意出一个价那现在成交能不能成交呢其实就看谁更着急一点如果卖家确实着急卖那就低一点如果买家确实着急买那就再高一点其实这样就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市场平衡的对对对我觉得像去年抢的特别疯狂或者像今年刚开始加息的时候特别冷清我觉得这两个都不是非常健康的一个 对现在市场冷静客人也冷静买家也冷静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笔交易你还是得必须得想清楚了对吧也现在也有一段时间可以给你想清楚考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对而且地产局嘛毫无悬念的就是通过了这个最新的一个修改法定冷静期对冷静期对吧之后你可以下午跳鸟会儿 但是你有三天的时间可以反悔但是你要交一些罚金罚金是没得上来一定要交的那就是我觉得这点晚但是但是我觉得可能在长期看来我觉得这个法规还是有它的存在的意义的你不知道哪一天房市可能又忽然间大火毕竟这么多移民来对吧这么多租房的需求那也其实源于房价不太能承受所以大家只能选择租房我自己觉得哈这个房市其实是已经 基本上跌到顶了我是这么觉得哈但是你说的是不是跌到谷底的谷底呢我觉得不太会有人能预测到是不是谷底那我觉得基本上已经属于谷底的周边了如果有人能知道哪月哪号跌到谷底告诉我我一定抄底赶紧赶紧让我知道啥时候能发财如果真的能抄底我建议大家还是去买股票是吧我觉得挣的可能更多是而且呢现在就是 但是银行已经看到这个叫beginning of an end对吧就是已经开始在就是接近尾声了所以 银行真的有这么说吗有beginning of the endbeginning of the end rbc economics police canadian housing market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是开始慢慢慢慢的接近这个高低率的尾声了 银行是预测大概明年春天就是可能是最底就是房市的最底端了所以如果想要真的是有刚需的朋友们我觉得可以先开始准备起来了 你这就等于是算是一种建议嘛对不对可以开始看那你觉得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你觉得可以抄颜利就是贷款方面 呃贷款方面的话也就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做可以开始做预批了预批的这个手续是免费的嘛然后预批的话我们保置你120天的利率就是现在的利率我们可以帮你锁120天也就是4个月 对对那基本上就是cover了整个春天了对哦那那还是蛮不错的我觉得其实预批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当我们去买房子的时候尤其是卖家现在心慌慌的时候你的准备越充分你跟他讨价还价的空间越高对而且你心里得有个底对吧对你可能给你经济的一个数字是在这里但你心里的数字可能会就是有保证对吧是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是这个 这样就是呃因为现在房价跌需求是在那里的大家都是想抄理那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当看到一个不错的房源出来之后还是会有很多人都会想去抢当然他们不会说往上去加码抢但是呃比如说一个会按照不同的条件来抢对对对对比如说200万的房子大家可能都想出190多那最后其实就比谁的条件给的更好比如说哎我预批做了对吧那你不能骗人嘛对吧我预批做了哎你看我 我的骗屋呢我带着骗屋师去看的房那这样的话呢这个你拿到这个抄底的可能性呢呃就更更强你不能说到最后呃这个房子成交价是挺低的你没有抢到那那跟那跟没有那跟没有那跟没有抄底有什么区别对对没区别对所以我觉得这些还是应该要提前去安排的还有什么其他的建议吗 没有了完全没有完全没有稿子啊就是随便来啊小伙伴们可能呃今年或者明年会出现renewal的这个事情啊呃现在利率大家都知道比之前高多了你的这个renewal rate可能也比之前高你的还款的这个金额也可能比之前高那是因为呃当利息涨的时候 那你如果是你的选择服动内队的时候那你的amortization会变因为他会呃按照最低的就是额度调整你的monthly payment那也就是说明你的amortization会可能涨到900年啊哦900年哦 my god真的是给银行打光啊如果你的amortization涨到999年的话那我就会建议小伙伴们先做一个prepayment 每一年所有的银行都有它是有一个百分比你可以直接还到本金哦这样你还到本金的话它的amortization就会重新再调整重新调整的时候你的renews呃就是利率会上涨但是你的呃payment amount可能不会这么多啊因为你花了一部分的金额对但是我这边有一些说就是我自己哈好不容易对吧带下来了这么多钱然后当时的贷款的这个压力测试 就是没有这么高对吧我带了好多钱我现在还回去一些钱那我想再用的时候那我可能就带不出来了呃那要看你当时给你贷款的经济是怎么帮你做这贷款嗯有一种形式贷款叫home equity line credit也就是说你一开始贷款的时候它是给你一个抵押性的额度比如说我有一个100万的贷款然后我还了50万那它还有这个50万的额度你可以用来做所有的其他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 嗯那等会我重新的付出一下就是说我因为房要买房子比如说我带了100万那如果我像现在利息涨高了要renew了然后我怕付举个例子10万20万的本件10万的本件我还回去了或者20万本件我还回去了嗯那这个钱其实并不是还给银行的而是我的line of credit就多了对这钱是还给银行但是呢你如果批的形式是一个home equity line of credit的话那你还有这个line of credit portion that's open and available也就是说你可以无条件的使用那这个利率就是我renew的利率是吧如果我要用的话这个利率并不是你这个利率的话就是开放性的利率但是很多银行是可以帮你当下锁定当下的mortgage rate也比如说你比如说呃现在有个50万的呃呃贷款额度你可以用那20万的这一部分呢你可以比如说我20万要装箱或者什么呃那当下你拿下20万的这个时候 银行会帮你可以选择锁定比如说一年或者两年的利率然后你可以按照你想要的还款方式也就是说比如说我这个装修我只是想要10年内还性它也可以帮你做成这个10年内还性的这种lone那我能不能拿这个钱去买下车呢行当然可以哦也就是我拿着房贷的rate去买一个呃车呀或者其他的因为其他的利率一般来说不更高对肯定会比这个哦对哇这个是一个 挺不错的想法赶紧回去看一看自己的房屋贷款是不是这种所谓的line of credit的形式哈是吧如果大家不明白也可以问你吧可以是不是可以虽然是登文不收但是也可以问你的吧可以可以请私信行吧今天呢反正我们是有一搭无一搭的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个利率给大家造成的影响以及它有可能带来的好受以及我们的一些建议吧希望呢这一次的视频呢对大家有所帮助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就千万不要忘记订阅点赞啊 好我们下期节目时间不散拜拜拜拜 应该像新闻联播那种就是 哎呦要离一下给我给我来几张 给我来给我来几张啊对就这样 哈哈哈 对对 对对对对对 是这样一样展览聊天那边有滚字幕 对对吧 对对对对 然后那个灯关要电 管一下 关一下 不要